佩鲁甲 佩鲁甲位于意大利中部 也在连接南北的交通线上 乘坐火车从佛罗伦萨或罗马出发 两小时就可到达 在佩鲁甲火车站 可乘坐公交车或mini medlo前往市中心 佩鲁甲最早是由伊特卢里亚人建立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 公元前四世纪 罗马人通过战争得到了这座城市 在此后的千年里经历了反复的战争 至今的佩鲁甲是温布里亚大区的首府 也是中国留学生初次来到意大利 学习语言的主要城市之一 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籍居民达到890人 佩鲁甲的市中心位于城市的高处 当然是游客重点游览的地方 市中心主干道 两旁有众多年代久远的建筑 至今仍在使用 有教堂 市政厅 各种商店 还有年代久远的咖啡厅 我们还能轻松地找到歌剧院和博物馆 我们现在来的是佩鲁甲的市中心 一个古老的店 就是说这个店有100多家的 所以100多年的历史 因为那时候我很爱到他家来吃奇拉米 主干道一侧直通坐落于悬崖边的小花园 在那里我们可以眺望远方 感受绿地蓝天和春季南欧的暖风 这是你在这观景坛标注了有罗马的方向 你从这里眺望 从这里眺望 这个地方 这个方向就是罗马的方向 虽然我们看不到罗马 但这确实是罗马的方向 主干道另一侧连接市中心主广场 在那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岁月轮回和历史的沧桑 我们可以感受到岁月轮回和黄洛 广场的正中央就是建于中世纪的马胶雷喷泉 哥特式建筑 喷泉上的雕塑取自先知和圣徒 雕刻着劳动场景 黄道十二宫 还采用了创世纪中的场景和罗马历史事件等题材 围绕着广场的是普遼里宫 同样是哥特式建筑 建于1293到1443年 它并非一次建成 经过多年的扩建才有了今天的规模 现为国立翁布里亚美术馆 在宫殿的对面 坐落着圣洛伦所大教堂 始建于1345年 于1490年完工 教堂的外表装饰至今未能完成 教堂经历了多次火灾 但在各个历史时期 均得到了修缮 你可以看到各种艺术风格的装饰 由外而内 让人感受到从朴素到奢华的巨大变化 也感受到了能工巧匠的非凡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市中心为起点 向四周分布着众多蜿蜒齐驱的小巷 时而开阔明朗 时而狭展悠长 伴随着教堂的钟声 仿佛置身于中世纪 让人联想起童话故事中的场景 我们沿着小巷 向下行走数分钟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繁复华美的建筑 和一座沧桑质朴的古老城门 Palazzo Galanga巴洛克市的大楼 现为佩鲁甲外国人大学的主校区 内部还保留了大量的彩绘壁画 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宫廷市的大楼旁边 是建于公元前三到四世纪之间的 伊特努里亚城墙和拱门 它是由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下令修建 现在的拱门上还有文艺复兴时期 修建的凉亭 在市中心的外围 还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城墙与城门 触摸着古老的石墙 不禁感触 这座城市的沧桑轮回 历史的道道印记就刻在其中 我们感叹时光的流逝 也感受历史的变迁 从这里向上走 迈着轻缓的步伐 抛下烦恼和忧愁 让你感受不到大城市的压力 此刻是心灵的放松 和生活的悠闲自得 在街道上走走停停 惬意而随心 经过数分钟的行走 我们就来到了圣天使庙 它建于五世纪 古罗马建筑风格 是典型的早期基督教建筑 建筑总体为原追形 庙与入口的方位有所改动 里面有一些至今无法详细解释的 古希腊特殊符号 听说这里还与方济会有所联系 年轻人在这里聊天玩耍 享受着古人带给他们的礼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圣天使庙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圣天使门 始建于1325年 城门高大 威严 古代可供士兵居住并瞭望景界 走近仰看 可以发现该建筑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材料 底部为沙岩 中部为石灰岩 顶部为黏土 古老的佩鲁甲给世人留下了众多的故事 大大小小的历史遗迹散落成中 让你忍不住想要去了解 我们总是期待下一次旅行 下一座城市 但不变的是我们对于旅行的执着 关注我们 我们一起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